波罗比京 三切梦境 永违的缺 此地众生同休息 无上圣圣微妙华 百千万劫兰昭玉 百千万劫兰昭玉 我今见闻得受识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麽本师释教牟尼佛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 今天以为连4月7日下午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金刚经 金刚经的法义 是在强调我们的灵性 佛性 又如金刚 钻石那麽硬 但是钻石那麽硬 最怕一个东西 最怕烦恼 环脑能够打我们的金刚性把它粉身碎骨 会把它分解 所以环脑 有八万四千个环脑 你要对治八万四千个环脑 必须要知一切法 修一切法 才能够破除破解 八万四千环脑 佛告诉我们 你要用所有方法 降伏其心 我们的心本身 就不必降伏 而是降伏我们的念 我们的念头 会把自己的金刚 自信 会把它盖住了 而自己的念头 就是有三毒嘛 三毒呢 就会将我们的金刚性 把它盖住了 那我们的念从哪里开始 就从眼睛开始 耳朵开始 鼻子 手头 身体的感触 开始 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都是肉眼 不是慧眼 不是慧眼 所以佛陀 开始向西福提一说 若有人 能够受持 金刚经四句记 有四句 为他人说法的时候 在金刚经里面 所开示的 我向他人说法 在金刚经里面 所开示的 我向他人说法 人相 众生相 受责相 这个四相 你能破除四相 你的慧眼就会开 但是四相 你要怎么去破除呢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务必 要有修行修一切法 那老祖开示我们 那老祖开示我们 你要破除四相 你可以用 易经的意 对待 如果 将心比心 将心比心 你就能破除四相 所以上一节 我们讲到 八正道的 正确的思维 正确的思维 就是将心比心 我们要进入 两者之间的心 就是立场 和利害关系 利害 各有不同的 所需 所以我们从空界 大环天界 投胎到肉身上来 之后 我们受了眼睛 耳朵 鼻子 手头 来反映出来 当然会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若是我们 做一件事情 可为不可为 可行不可行 你要弄到那边去想 要进入他们的心 事实上是很困难 比如在 在很多年前 我们 有一位 要投资做生意的 他也是非常有修行的人 手上挂着练珠 绕了好多圈 这边也挂了活珠 把头发剪了短短的 衣服穿了 居士型的修行 他来到仙佛寺 很谦卑的 他说很年舒服吧 我一个亲戚 非常好的亲戚 要我 到东南亚去投资 那时候我们国家正在 举行南进 就往越南 南海 去投资发展 他不知道到底可行不可行 所以 所以 他呢 亲戚告诉他 他就来请示 房产老祖书贞 他在瓦文的维新圣殿 过去的叫大小宝殿 抽了一支签 抽了这支签 那一天呢 就是地风声 地风声 地风声就是指日高声 但是 但是那一天 就是指丑空 空王 丑 和丑 他说 他是空 空 好 我告诉他 那 以这个卦象 你的朋友 就是亲戚 没有实在 不实在 那么你也不实在 你的亲戚 表面看了好多粉 你以为这一下 你会赚钱了吗 修行 我佛慈悲 菩萨慈悲 给你引来了 一位 好朋友 有钱人 那么相对的 你的朋友 也看你 是修行人 也很有钱 结果两个相互的等待 因为你们两个都空王 空王 真的不实在 又没有实力 那么这位信徒呢 他说 我朋友 我看是 应该会有实力啊 说实在 我们修道人 不能打妄疑 你 我是空空的 口袋空空 我也说 希望托他的福啊 那么你的朋友 他也是要托你的福啊 灾无妄规啊 灾无妄规啊 犀牛妄悦啦 忘来忘去 到头来都是空 啊 这一位修行的先生啊 不然师父你有肺炎吗 我有肉眼啊 但是我知道 看出来 因为从一经一挂 就可以看出你心 你有贪图妄念 你也不知道你的朋友 他也是空 空王 到时候他很不以为的 好了 你回去冷静 观察 过一段时间好了 再过一个礼拜以后呢 你再看看好了 他就回去了 过了一个礼拜呢 过了一个礼拜呢 位置 来冲他 冲空 就了解 了了分明了啦 所以 把我们这些信徒先生 等到一个礼拜以后呢 朋友再来 就要跟他借钱啦 借钱不是坏事啊 跟他开口 说要借多少万 都几百万啊 他说我没有钱呢 他才讲是 他才讲是 对他朋友说 我以为你很有钱呢 结果你也是空空 我也空空啊 他朋友弄住了 他就问你 问他说 谁告诉你的 他说你这一位老师 很恐怖耶 他知道我口袋没有钱 他知道我口袋没有钱 那么我们这信徒也说 那位师父 很连师父也很恐怖耶 他看到我身上没有钱 说我们两个都空空啊 你两个都空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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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帮啊 塞胡帮鬼 帮到最后 真相大白 这个叫做慧炎 慧炎不是用直接眼睛 而是古得圣贤 留下来的真理 所以义经的道理 妙华就是慧炎是英雄 所以两位就一起又带来拜老祖 他那位朋友也很有修养 两位来拜老祖 那天刚好上来了 他说师父谢谢 我们差一点两位好朋友 多年的朋友 几十年的朋友 差一点因为这样伤感情 哎呀 汪炎老祖真是慧炎是英雄 那知道意思吗 老师各位同学们 你学佛法道法 你不学义经 我告诉你解不透 经中所开示的里面的 真实意啊 真实意啊 所以两位 他们两个好朋友 很感恩王产老祖书真 帮他们维持了 善缘 所以两位都没有投资 因为没有钱嘛 空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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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那一位朋友 才告诉我说 我的朋友 告诉我让我投资 叫我来找我朋友 所以全部都空 这就是 慧炎 智悟的眼睛 所以当下你们要找到慧炎 你要用修行修到 最后死翘翘的时候 奇怪慧炎在哪里啊 啊 所以王产老祖 我 传给我们 叫我们 大家学艺经 大人小孩都聪明 这就是慧炎 所以我希望各位 维新圣教艺经大学的 賢士同修 你们一定要学好 也许当下你还有很多的魔障 魔魔障障 人家说 你学艺经是外道 我告诉各位 我从民国 七十二年开始来 好多修行者都一直讲说 哎呦 混连某某人 张老师啊 你怎么都在 用玉经 谈外道 我告诉他们都说 你不懂财外道 我懂的是闻道 还是内道 是正道 人没有失败的本权 佛告诉我们要诚心 要忠心 要有良心 是悲心 但是当我们 没有开启慧炎 得到正法的时候 你要开慧炎 很难啊 很难啊 所以鬼谷先是王山老祖 秉着福西四足 所留下来的 一华开天 摘化碧地 人力其中万法 生成的意经 心法 妙难我那 好将它化为文字 有形的文字 有形的文字 然后进入心田 进入 你身边朋友的心田 然后 找到一条 不偏不倚的一条路 那叫慧炎 那么这一个 卦象 你地风声 一卦的名称 指日高声 一定会赚大钱 但是当下 就是空亡 所以我们要知机 知道时机 知道空间 若是你不知机 凭着说 我有善良的心 慈悲的心 世间哪一位 要活活做生意的人 没有良心 都有良心 但是一旦 做下去 问题来了 那时候良心 都会被污秽为 没有良心 那就是 很冤枉啊 所以王寒老祖 开述我们 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处可安心 大家学义经 做处工作可顺心 又有一个实例 我一位信中大德 他要投资 投资一件当时石油 正在起步的时候 投资 跑到山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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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途 隐目 主 主 主参啊 父母 释耀 硬耀 结果 硬耀来靠释耀 我跟他说 小鬼偷钱 他来课我 不怀好意 而且应谣是朱雀 我跟他说 我用慧眼看你的朋友 看看好了 你的朋友 文章写得好 口才好 但是你很憨厚 主生了 你很憨厚 这些高点停下别后 白胡 若是你要投资了 身败名裂 反而身体会受伤害 应谣 饮目 这是肝 肝 来课 所以最好不要 那时候石油正在涨价 大家一直在消酒油 其他的富士 投资 如火如土 结果他投下去 咯 吓死了 后来烦恋到 怎么办 烦恋到 睡不着 结果肝病 死翘翘了 所以各位 一经 就是慧炎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